大半日之后,城池中心区域的一家规模极大的材料商铺内,韩丽走了出来,她脸上神色如常,心中却着实有些郁闷了。 这大半日以来,我将城内大半的材料商铺都走了一遍,别说买到一两样材料了,连这些材料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到一点。 虽然还有一些地方没去过,但既然规模最大的几家都没有,剩下这些商铺,希望也不大了。 韩丽摇了摇头,正要抬步向前走去,突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 哎,丽兄! 韩丽文言转身,只见一个白袍方面男子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,正是奇梁。 哈哈哈哈,奇梁,好久不见哪,我这些年大半时间都在闭关,其余时间也都是在外出做各种任务,和宗门长老少有来往,算起来,和奇梁也有差不多三百多年没见面了。 虽然我当年入门时,他摊摸了我一些仙缘石,但也不算什么大事。 哈哈哈哈,丽兄啊,你…… 哎呀,丽兄啊,你身上的气息,莫非你打通了十二仙俏,进阶到真仙境中期了吗? 哈哈哈哈,在下这些年偶然得到一些机缘,闭关苦修,这才在不久前刚刚打通了第十二仙俏了。 哎呀,丽兄浮原身后,真是让人羡慕啊。 齐梁此刻恢复了平静,看出韩丽不想多说,就没有多问。 韩丽自然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,当即话锋一转。 哎,丽兄是何时到的? 啊,我已经来了五六日了,到处瞎转转。 这几日呢,都没看到丽兄,莫非你是刚到? 啊,怎么不早点过来啊,这里啊,可是热闹了有一阵子了。 哈哈哈哈,看来齐兄应该有不少收获吧,可惜在下有事情耽搁,所以来得晚了点。 哎,其实前几天也没什么好东西出现,真正的宝物啊,一般都是最后才会压轴登场的。 啊,对了,在下正要去赶去参加一个交换会,出席的都是同街道友,丽兄可有兴趣一起来啊。 交换会? 哈哈,在下自然是有兴趣了。 哈哈哈哈,我就知道丽兄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。 哎,地点就在前面,我们这就走吧,边走边聊。 好,齐兄啊,想不到宗门内还有这么一个不逊色于宗门访式的城池。 这在下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? 哈哈,丽兄可能有些误会了,你入宗的时间不长,所以还不了解。 这里平日里是不对外开放的,只有碰到现在的讲道大会这般盛事,才会允许别人进入。 这白玉峰和白玉城算是我们竹笼道召开盛会的一个地点。 哦,原来如此啊。 两个人边说边走,沿着街道走了一段路之后,就转入了一条宽阔的街道。 此处街道两旁的一栋栋建筑更为的高大精致。 屋角飞檐赤样各异,雕梁画栋精美绝伦,其中啊,还有许多被各色尽致光芒笼罩着。 韩丽注意到街道走过的修饰,看向这些建筑物时啊,无不面带几分敬畏之色。 齐良带着韩丽在一座三层阁楼前停下了脚步,哈哈,就是这里了。 此楼也被一层白色尽致笼罩,从外啊,根本看不清楚里边的具体情况,显得颇为神秘。 齐良上前几步,翻手取出一枚白色令牌,上面雕刻了一个蝎子形状的图案,散发出淡淡的白色荧光来。 齐良一挥手,一道白光从令牌中飞出,一闪即逝,没入到白色尽纸当中。 嘶啦一声啊,这楼外尽纸上顿时裂开一道缝隙,走吧。 待着韩丽两人走进去之后,那道缝隙又立刻合拢。 韩丽这才看清楚阁楼的具体形貌,三层阁楼式样精巧,通体洁白,散发出淡淡的白光,似乎是用某种特殊的玉石制造而成。 格罗大门口悬挂着一块白色匾额,上面写着天蝎阁三个大字。 匾额的边缘刻画着一些蝎子的图案,和齐良刚刚拿出那面令牌上的十分相似。 齐良低声解释。 李长老,这交换会呢,是由本宗一个附属势力天蝎派所召集。 这天蝎派实力虽然一般,却擅长各类禁制和盗兵炼制之术,非同小可呀。 哦。 韩丽文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齐良收起令牌,走进阁楼之中。 阁楼内装饰华美,地面铺着珠红色的地毯。 雪白墙壁上雕龙画缝,屏风盆景,却是一幅世俗豪宅的奢华景象。 几个身穿红衫的丫鬟站在屋中各处,看到两个人进来,当即脸刃一礼。 虽然这些少女看起来和常人无异,但是却并无呼吸心跳,都是盗兵。 而且呢,这些少女盗兵啊,每一个身上都散发出不弱的气息,堪比合体气的修饰。 韩丽仔细打量这些少女两眼,发现她们动作灵敏自然,眼眸精亮,没有丝毫呆滞之感,和常人几乎没有分别。 韩丽如今已经炼制出了盗兵,在这方面眼光和以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,可是饶是如此,却仍是看不出,这是什么天蝎派,究竟是如何炼制出这些少女盗兵的? 我的雷甲盗兵虽然身体坚硬,动作迅捷,战斗力应该在这些少女盗兵之上。 但若说灵敏性,恐怕就差了许多了。 就在此刻,一个人也让从里边快步地走了出来,是个妙龄少妇,朝着两个人恭敬行了一礼,开口说道。 见过两位前辈。 带我们去交易大厅吧。 是啊,二位前辈请随我来。 少妇答应一声,带着两个人走上旁边的楼梯,很快来到了第三层的一个大厅。 大厅面积颇大,不过只摆放了一些桌椅家具,并无一人。 房间中央有一面巨大屏风,上面绘制着一幅山水风景。 虽然笔墨浓重,但栩栩如生,让人一看便有身临其境之感。 韩丽环顾室内眉头微皱,随即,目光一转,落在那面屏风上。 只听得少妇口中念念有词,掐绝打出一道白光,没入屏风之中。 屏风上顿时浮现出一层白色的精芒,上面的山水风景灯石都活了过了一般,在上面滴溜溜地转动起来。 屏风上面的山水画,此刻也泛起了黑色的光滑,在白色精光中融合到了一处,化为了一面黑色门飞。 韩丽眼见此景,眼中略微浮现出一丝诧异。 少妇口中颂念咒语,手中不断地掐绝,屏风上的黑色门飞散发出黑光月明地发亮,并且飞快地变大。 随着扑的一声闷响,黑色门飞赫然从屏风上飞射而出,悬浮在了前面, 然后朝着两边分开,露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。 少妇停止施法,开口说道, 两位前辈,大厅就在前面,请。 齐良点了点头,挥了挥手,示意她可以离去了。 少妇随即行了一礼,飞快退了下去。 齐良招呼了韩丽一声,脉步走进通道。 韩丽边走边打量这个通道,眼中露出些许的异色。 眼前的通道显然是类似空间虚迷之类的禁止, 手段非常高明,空间异常稳定。 齐良看了韩丽一眼,开口说道, 这天蝎派啊,精于空间禁止, 尤其擅长开辟虚空易境。 听说咱们宗门内有些秘境, 都是天蝎派帮忙开辟的呢。 哦,不过是一个交换会罢了,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, 为何搞得如此麻烦, 还要在意境中进行呢? 莫非来的人很多,外边大厅都坐不下? 哈哈哈哈,这人数倒是不多啊, 天蝎派此举啊, 一来是将场地布置得庄重些, 结交我们这些真仙境修士, 二来呢,也是有些表现自己的意思。 本来如此, 对了,这段时间内, 这里的交换会每日都会举行一次, 丽星如果有兴趣的话, 等一下我让他们给你一枚天蝎令, 今后几天你都可以过来。 哈,那就有劳了。 哎,说什么嘛, 丽兄你修为高深, 他们还巴不得结交呢。 说话之间, 两个人走到通道尽头, 来到一个偏厅, 一个身材高大, 精神绝硕的轻袍老道, 正站在那里, 含笑看着二人。 哎哟, 七道友, 欢迎欢迎啊。 哎, 这位道友是…… 啊, 这是本门的立长老, 在下的好友, 常年在宗门苦修, 我而少为人知。 丽兄啊, 这是天蝎派常鹤道友, 也是交换会的主持之人。 哼, 常鹤真人, 酒养了。 哎呀, 原来是丽道友, 幸会幸会啊。 哈哈, 常鹤道友啊, 丽兄今日才到这里, 身上还没有天蝎令, 你不会不欢迎吧? 哎, 其道友哪里的话呀, 丽道友这样的贵客, 我们请都请不到啊。 丽道友, 这是本门的天蝎令, 接下来几日这里都会举行交换会, 阁下尽管过来参加。 常鹤老道说着, 翻手取出一块白色令牌递给了韩丽, 韩丽接过令牌, 点了点头。 哼, 那如此就多谢了。 哎, 两位请随我来, 交换会很快就开始了。 啊。 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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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